小石就說 它的火怎麼會這樣? 火都開一盤 都沒辦法完全點開 它覺得不正常要怎麼處理 為什麼火會開一盤 通常我們可以知道的 最主要是在我們整體上 特別是蓋跟蓬這兩個的一盤 它如果蓋開火 蓋不開 得手都跟這兩盤走不走 它算比較無法度 它算比較不... 因為你要知道 火是一個非常快速的器官 我們開始在開火的時候 這盤生長上 生長量非常快 它稍微有一點缺蓋 尤其缺蓋 通常都是缺蓋跟缺盤 那麼就很容易出現到這一種的 這個開 開到一盤 這個神智就不正常 稍微就要去漏氣 那麼這一般來說 就是溫度管的時候 它缺蓋缺蓋的比較嚴重 加上它這個溫度管有時候 它在電 電比較不開 所以這就比較容易 去引起到這部分的一個問題 所以正常來說 就是在這個管理上 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這跟隔溫有很大的關鍵 雖然巴辣洗熱帶也有熱帶的汽物 但是隔溫會太乾 尤其我們說過很多 它的太乾 太乾了 它溫度管 你還沒辦法讓它降溫的時候 它這個隔溫就有影響上 就出問題 所以得手就比較容易 這個看起來怎麼會電 電沒什麼走 這種情況 那麼這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 在溫度管的時候 含鮑包待放的時候 剛好那時候 溫度管的時候 他剛才開火 他這個火鑑掉了 火鑑掉了那個時候 火鑑掉了那個時候 有火鑑的時候 剛才溫度管的時候 有時候他 這種在這個 在那個叫做 花鱷 這個通常就是那個鱷片 就是說那個地頭 那個地頭的果鑑 這個花鑑 那個火的那個地方 還不然 開火的時候叫 這個花鑑 花鑑 這個行動 就變成果鑑 那個地方 那麼在那個時候 他有時候會去 叫做 叫金水 噴到這種 這個 這個 就是說 它 有一點點 像叫 鐵石鐵石 標皮 這種 他去感染到這個藥 感染到這個藥 的時候 他的營養就輸送 這就沒辦法過去 這在個管頂 當然我們去看到的時候 是這個水上 但是在這個 灰管頂 他也會出現 所以你要看 如果要看得到 就是說 是不是 如果要看得到 那種的 這個營養 這一般來說 在這個鱷片的一個 那種 那有 那有呢 這就是這個疫病 所以這要稍稍來 注意一下 那一般 如果沒有看到 剛才說的 這種 火開一半都 開沒什麼的症狀 這應該是這個 蓋膨 比較沒有說很平衡 這熱人的時候 有的說 有的保管 可能我們先注意一下 就是 他這個缺蓋缺膨 那時候 很多都 跟 環境有很大的 這個關係 因為想過 有熱 這個土 稍微大 它這個水不夠 水不夠 它近的一個行動 就出現這個問題 所以這很有可能 就出現 這個缺蓋缺膨 的這個經營 尤其擦地 很容易出現 出現到這種的 這個現象 所以 回去下去 所以我們在說 會太大 這強調的 就是這個 它比較容易 這個 噴 蓋 這種的 流失 你稍微補一下 這個 通常就會好很多 這大概是這樣的 處理的方式 那麼 在熱人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你會可以 攬一層 這種海藻 這個東西 你會可以用海藻鈣 還是說 你用 這個 你用石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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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石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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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石棺 你用石棺 你拿出來 轉租 要鑽有一個 保濕 可以保持一個 暗化 一時 浸土 稍微保持 到來 進行之下 它很穩 改到膨 比較容易吸收 改到膨 更容易吸收 這個問題 自然就會解決掉 所以这大概是这几种的问题 这个钙膨缺乏 再来就是主义疫病的问题 主义分的管理 这大概是这三方面 应该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 提供给我们主义好朋友做参考